大家好,我是瘦猴 现在又来奇瑞四载店 给我这辆车子来做保养了 这次计划出国自驾旅行呢 还是开我这辆瑞虎8pro 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行驶了五万多公里 之前我自己出国自驾六个国家 也是开的这辆车 也报过保险,也大修过 这次呢来做个彻彻底底的大保养 来看一下我这辆车子保养的项目啊 基本上能保养的修的都给换了 因为这次要出一趟远门 上一年开这辆车出国 这辆车子还是新车 上一年的这个时候 我应该还在格鲁基亚 今年的话你看这辆车子 壮的,像这外壳,磕磕碰碰都没有换过 只是底盘之前很多配件已经换掉了 和别人开了几年的老车 车胖是差不多的 日常在家也是不洗车啊,比较脏 这次还是一个车顶行李箱 那边侧边正 一直在车顶都没有拆过 收获一枚粉丝 大家看我视频都不太敢相信 我是一个人开车出国的 我现在不敢相信 是吧 很厉害的 确实是一个人开车出国的 你开车出国正常的一个生活中的 对 他们都觉得有什么后勤保障或者什么的 不可思议 这是结起门 结起门 对 结起门一般多长时间请你一次 一般的话是 一万五到两万五里之间请你一次 我这是第一次请你 就特别黑是吧 嗯 这个就是安全线是吧 对 哦 这个轮台也到线了 该换了 五万多公里没换过 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这辆车子备胎了 它不是全尺寸备胎 而是一个临时的小备胎 对于长途自驾 或者说走山路的话就比较吃亏了 我之前换上这个小备胎 走山路就吃过大亏 没走到眼 小备胎就坏掉了 而且我也研究过 它这个后面的位置是不能放全尺寸备胎的 不是说会高出来一点 是根本就放不下 然后我想准备一个全尺寸备胎 放车顶的话 车顶行李箱也放不了 因为这个高度特别的厚 又特别的宽 也不可能在车厢里面一直放个备胎 那么我将没有床车使用的空间了 所以说备胎就只能是考虑小备胎 现在这辆车子呢 开的时候方向盘往左偏移 然后轮胎也都是 吃内侧 内侧磨损严重 这个也是内侧磨损严重 内侧都到安全线了 外侧还有一点 两个都是磨损内侧 换一个油底丝 这个丝就磨圆了 轻软汽车专用机油 这是换过机油 听一下发动机的声音 又换了四个火花材 火花材多少公里换 一般是两年或者四万五公里换一次 四万公里 或者五万多公里 所以就换 这是换的刹车油 刹车油一般多少公里换一次 这是两年或者四万五公里换一次 两年或者四万公里 所以我这个五万公里港豪啥都换 这在放右 二家防冻液 刚才把那个 夜箱清理了一下 没有换过 说说粉色的都变成红色的了 这个防冻液多少度的 另外四十度 四十度 最低的温度了不 对 这是七瑞汽车的仓库吗 好像是风云A8 据说这款车可以跑两千公里 离谱啊 现在已经缴费了 准备去提车 车子已经弄好了 洗车区 保养好车子 然后免费给清洗了一下 准备走了 看在我车子旁边 发现了辆什么车 方程豹 从后面正中间看的话 比我的车高一些 宽度好像差不多 方程豹 四驱新能源越野车 之前我对这辆车 看了很长时间的参数 视频 太帅了 影音盖 比这个车要高一些 来个大哥 把方程豹开走了 一来到我们镇上的修理店了 轮胎已经拆下来了 换两条前轮胎 因为两条前轮胎磨损比较严重 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远 这条还没有换下来 我这辆车呢 是奇瑞的 也是四驱车 昆蓬动力 2.0的动力 也算是比较足的 不过和专业的越野车 还是比不了 看一下我这辆车子后排空间 可以完全放平 从前面到后面有两米长 一米多点宽 非常适合坐床车 一般的硬派越野车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现在这辆车子行驶了五万多公里 一年多的车子 大家觉得现在开这辆车出国 车况还算靠谱吧 新换的两条轮胎 这边一条在做洞瓶 线车胎已经装上 开始给车子做个四轮定位 修整这辆车子 这个月月底就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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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